就讲好中国故事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文艺作品创作等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舒勇 唐旭东 安婷与媒体见面 讲述了他们在基层的见闻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 桥是连接的载体 我以造州桥为原型 用两万块长层砖大小的 融入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国花的琥珀金砖 创作了一件大型的景观雕塑作品思路金桥 都给世界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打造新时代的国家文化符号 是系统性的国家工程 在未来 我将在全球一百座城市 打造一百座思路金桥 希望以此来推进中华文明创新发展 增强中华文明创造的影响力 在现实当中 重要的养生智慧和方法 已经融入到了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在未来的工程中间 各个部门要联合加强中药影片 中药材 在种植 耗植 生产 流通等环节的 系统质量管理 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药 吃上好荣药 要加大集成中药十一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汇集集成 特别是乡村百姓的疾病防治和康复 要着重推进疑难疾病 重大疾病的中西结合研究 让更多的中医药科技创新成果 产业化 造福全世界 在排练话剧上甘岭的时候 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地呈现这个场立国之战 我们的演员在三福天 16个演员一天只分享一小瓶矿泉水 在近45度的高温下 穿着志愿军的棉服摸爬滚打 但我们就是想体验志愿军战士曾经经历过什么 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有太多的时代英雄 时代楷模 成为了我们舞台上的英雄形象 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我们最壮阔的舞台